是透过闲窗向闲窗外的迎接的群众挥手致意 现在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一位机场的工作人员也是登上了旋梯 那么今天在现场的除了有欢迎孟晚舟女士回家的社会各界人士之外呢 还有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裁的直播爸爸团队 我们也是通过我们直播画面带给大家第一手的信息 可以看到现场的这个迎接的群众他们也是严格的执行防御的规定 都是戴上了N95口罩 那么稍后我们也了解到即将在机场举行的这样的一个迎接仪式呢 也会完全按照防疫的要求来进行 我在现场已经听到这个现场的迎接的群众已经发出了欢呼声 因为他们看到舱门已经打开了 这是海关和边检人员 现在他们已经来到了舱门口 即将进入舱内进行相关的查验工作 这也是严格的按照入境管理规定来执行的 来自转的警察